校友今天來參加金營管理聯儀社六月份主辦的演講會 今天我們很榮幸再度邀請到王新榮學長來跟我們演講 這一次我的印象中來金營管理聯儀社的演講是第三次 第一次在台北勢力圖書館舉行 那時候大概有三百多人 第二次在這裡講養魚人生 而且那一天還送每位來參與的兩隻魚 一公一母還有一些養魚的器具 所以我們王學長對我們校友來主講還帶禮物來送給大家 今天是第三次 今天第三次我們很榮幸 他送我們今天的水果跟茶葉是我們王學長提供的 另外包子是我們賀學妹 就在線 他是我們生活藝術社跟精英社的社長 你看他有點呂強忍的味道 在我們校友會金營鳥的社 我就金營一個是就好像金營的不當勤 不是很好 他金營兩個是而且很叫做 每一次都有很多我們的校友來參加 現在我做一個開場 我們王學長非常認真 每天都看到他 要辦今天的活動 最近幾乎每天都看到他 他還特別寫說 六點三十分開始 是由先由我來講幾分鐘 做個開場白 然後再來我們王學長會講一些 那六點五十分的時候 我們請那個潘季建築書事務所的那個王總裁副總經理 來做一個講報 關於這個安陽長照園區的設計理念 那來七點半我們請我們盧顯清學長 還要來幫我們報告一些那個少年長 還有五名這個衣服 就是一些修煉合一的一些生活保健理念 那最後我們還請我們王學長 最精采的部分留給他 這八點開始 然後我們今天預定九點結束 那在這個 我先在利用幾分鐘來跟各位報告 我個人是六年前退休 我是在台塑企業服務三十五歲 我只有一個老闆 就王老闆 他就在那裡服務三十五 滿六十歲的時候 勞基法 當時我們的勞基法是勞工是六十歲要退休 我就退下來 我也不願意在公司去擔任什麼顧問 或什麼約聘人什麼之類什麼 所以退休下來以後 我自認為我生活過得很愉快 因為我幾乎也沒什麼負擔 但是只是對子女的那個比較有負擔 反正我跟我太太沒什麼負擔 但是常常會對子女的問題比較山蠻近 退休之後 就是常常有E-mail 有很多親戚朋友起來E-mail 我們退休後 他當時有說 退休有無勞要照顧好 無勞 在過 看過很多 大概大家網路上或是 過學他 第一個無勞 一個是老生 就身體要照顧好 所以這一個基本上很重要 退休人員 就是這一方面很重要 第二個 老本要不好 大概退休金不要再亂去投資 有時候投資 學本於歸 所以我也 我很保守 我的退休金都放在定存 我太太都把我放在定存 我沒有去做任何投資 因為這個投資很多風險 因為我們一生 吃投入吃三十五年 對外面的親子不是很清楚 所以就不敢亂投資 第三個就是老伴要互相照顧 這個老伴很重要 如果說因為老伴有的錯 或者怎麼樣 這個老伴可以說 其他的跟你很接近的親戚朋友 這些都是屬於老伴 後面還有一點是老友 退休後 不能沒有朋友 不可能說每天 當一個老宅 每天就在PC上面 坐在PC上面 或者說在電視機上面 這樣也不行 平常要出來多參與一些 一些跟朋友這些互動 那最後一點是老 最近有人說老窩也要 就是你退休後 你想住在哪裡 住個地點 跟你的未來這個退休生活 可以很方便的 這是又是你的老窩 再來我們王學長 他一直在鼓吹說 要帶這個長座村 這個長座村也是我們的老窩 所以說也是一個非常好的一個選擇 所以我想我就講到這裡 再來我看 先請王學長來做一個開場 然後就繼續下面我們的那個 他的 他的 schedule OK OK 謝謝 這位是誰啊 陳娟娟 我們三十年沒見過面 三十年 四十年啦 哈哈哈哈 真的是 他是外文系 我第一次代表班上 到他們班上去 搖舞會 搖舞會 然後呢 他就跑出來 然後看著我 可是我有口急啊 我本來準備了小超 我想說他會問什麼 然後我會答什麼 結果呢 他第一句話問的跟我那個 不一樣 不一樣 我就啊啊啊啊啊 因為我會口急啊 以前沒有改過來的時候 他都是 講第一個我字 我 第二個字那個就講不出來了 然後他就 他就幫我說 要邀請我們參加什麼 哦 是五位還是交友 我第一個我就點頭了 呵呵呵 後面他幫我邀了好多他們班上的同學 非常謝謝你 呵呵呵 很開心齁 這裡面來講的話 這 絕大多數都是我們陳娟的校友 也有幾位普世 那 那 可是也有寵物的 很多都是我們無名市噴響園區的志工 那 剛剛 我們的社長說 那個水果是我請的 不是 我要去買呢 可是我們的志工呢 這個 劉茂寧 這個 先生 他在台北市農產公司裡面 當經理 他說 這個他還請客 我們吃了他好多吃 還有多都不好意思 可以跟他 跟他定 所以呢 這個是趕快修正一下 夾出一個 拜九頭 那 我有Mail給大家 那 本來是 是要講的 我乾脆就在Mail上面 跟大家分享 那 前 前幾個 前兩個禮拜呢 我想說說 一定要找兩位 過來 他們 才是真正的 對這方面來講 他是有下功夫的 特別是我們 潘記 潘學長 潘學長是 很低調的 一個學長 他很有成就 我們全台灣的這個建築師 那麼多 他是 唯一 是美國國家 建築 建築院士 然後呢 他 得到好多國際 大獎 那 因為太謙虛了 以至於呢 這個是 他們 事務所裡面的 好多 好多 建築師跟他講說 現在大學聯考的時候 大學 那個建築系的這個排榜 排行榜 就一直往下溜 你不出來 這是讓這些 新興學子呢 對建築師 有一個憧憬 因為那將來講話 是就沒有優秀的這個 建築新秀 所以呢 所以呢 這個是我們潘學長呢 呃 在他們的鼓勵之下 才出了幾本書 把那個建築裡面啊 還有這個 怎麼成長的過程呢 呃 出版 那各位有空的話呢 可以 可以到書院裡面 去 去選過 那給你們的小孩子 來看 如果說他們對這個 建築畫面 很有興趣的 這個是 才給後幾次就是 很有幫助的 那 我們房總臺呢 各位 常常 早上接到的時候 欸 志工總臺 那就是他 那他的名字呢 很讚便宜 他是被人家認為說 潘基建築事事務所裡面最大的 因為他是總裁 啊 啊 他對於 整個的這樣一個 呃 安養方面的 還有這個 這個護理 這個園區的這樣的一個設計呢 呃 已經 有二十幾年的這個 投入了吧 呃 有嗎 OK 那他待會兒的簡報 非常精彩 啊 我就不贊他的時間 那因為 呃 家裡 有一些事情 呃 太太希望他能夠 這邊八點以前 他能夠 我們放他走 九點回到家 去幫忙家裡的一些事情 所以呢 呃可能就是說 待會兒他 簡報完了以後 大家有什麼問題 跟他請教 那還再有問題的話呢 就沒有過來 我這邊統一 再請他後面來解答 啊 後面有一段時間呢 是我們的盧顯欽 盧學長 他的報告 他那個故事很迷人啊 這個少林啊 少林這個真正的傳人呢 另有其他的 這個傳人呢 找到他 要推廣 推廣 這個少林 傳 跟武術 還有 第一 報件畫面的 這樣的一種生活 一個理念 那我們 我們盧學長 唉 他 幹過很多轟轟類的事情 啊 包括 那一 那一次 莫內是不是 那一次 喔 莫內的這個畫展 他 把他 因為沒有人敢 敢承接 包括這些報社 他就去把他接下來了 讓參觀者 突破四十幾萬呢 他配了三十千萬 這是 很 很有心啊 很有心要做一些事情的 那待會呢 就是請他 跟大家 分享 那我想我們 以各位的這個年紀 來講的話是 我們的長輩 可能 有些已經凋零了 但是呢 這個過程當中來講的話是 點滴在心頭 那 我面裡面有告訴大家 我媽媽 現在的這個情形 因為他照顧他的媽媽 有 跟安養院有起相當的這個 爭執跟衝突 非常不愉快 所以警告我們三兄弟 誰如果敢把他送到安養院 他就自我了斷 喔 那個 那個決心喔 那這個怎麼辦 然後我們又照顧他 他說 喔我還很健康 我們不需要你照顧 那希望自由自在 那我們今天現場有 張俊英 張學長 張博士的這個夫人 在這邊呢 呃 做 做紀錄 那 他本來是要做網路的直播 那 稍微出現的一些狀況 只能做錄影 那可事後來講話 各位可以到上面去分享 那他自己也有相當深刻的體驗 他的媽媽 喔 就是他很孝順 然後 呃 他幾個這個 兄弟呢 因為 對於母親的這樣子 一種 安養喔 有不同的意見 這是 都是 這是 為人之女喔 有人想要很孝順 可是 有些來講的話 是就有不同的 這樣一個想法 我們希望 我們能夠共同找出一個 讓我們自己 未來終老這個過程呢 不 不麻煩到我們的知名 好 讓他們能夠開開心心 也是過他們很好的 一個人生 那這個怎麼來做 這是一個很大的工程 嗯 有一個我們的志工 換娘秀 他是國車顧問 然後他今天就是要來 但是沒辦法 這是總統府 這個 召開 國車顧問的這個座談會 然後是晚上又晚宴 那他要把這個議題呢 在裡面來做報告 所以呢有人幫我們 在裡面 在出聲 然後是我們民間的 希望的政府 對我們來講的話是 我們不需要他們補助 這些什麼經費 我們希望他們能夠開放 比較多的這個土地空間 還有呢 放寬一些法規 然後鼓勵民間呢 我們來營造 這樣一個很好的一個 中老友善這些長者的 這樣的一個社區 這是我們來共同的東西 那現在呢 我們就請黃總臺呢 來為我們做簡報 好不好 這次就交給您了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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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